奶奶生前最大的心愿,就是看着我和柳如嫣结婚,可就在婚礼当天,柳如嫣逃婚了,因为,她的白月光超速追尾,受了点小伤,她便丢下我和宾客,拖着长长的婚纱离开了,当晚,她身穿厚重婚纱,为爱奔赴医院的是上了热搜,网友们纷纷脑补,女生重情重义,身穿婚纱,向重病男友求婚,他们为这样的爱情而感动。 而她的白月光,更是在朋友圈,晒出两个人食指相透的手,只要我有需要,你总是能第一时间赶到,正文开始,奶奶是在婚礼现场离开的,走得还算安详,离开前,她还握着我的手说,你是不是惹奄奄生气了,别管我,快去把奄奄追回来,直到死,她都还念着柳如烟,奶奶,对不起,是我没用,让你带着遗憾离世。 三天后,我回老家处理完奶奶的后事,回到室里,打开家门,发现家里多了一双男人的鞋子,来不及多想,一个光着上半身,裹着浴巾的男人,就从屋里走了出来。 你怎么在这儿?我冷脸质问,柳如烟听到声音从卧室走出来,是我让一腾成过来的,他出车祸受伤了,在家没人照顾他,这理所当然的语气,不知道的,还以为他们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 而听柳如烟这么说我才发现,一腾成用一只手拿着浴巾,一只手上缠着纱布,见我不悦,一腾成男绿查本性暴露,撅着嘴,露出难过的表情。 回头看着柳如烟,委屈巴巴开口,烟烟,达哥好像不太欢迎我,要不我还是回家住吧,不会的,我就是不欢迎,我打断柳如烟,冷魔看着他不耐到。 你要是想照顾他,可以直接去他家照顾,别带到我家,来碍我的眼,这是我辛辛苦苦买下的房子,原本是想结婚后,把奶奶接过来一起住的,可现在,吉波打你什么意思? 柳如烟沉下脸看着我,顿了顿又道,你是不是因为婚礼的事不高兴,婚礼那天,一腾成出了车祸,他家人都在国外,我不得不赶过去。 你何必因为这点小事闹脾气,一点小事,在他心里,结婚是小事,我的任何事都是小事。 但是,想起曾经我蓝尾炎做手术,让他来医院,他也说,这点小事叫我过去干嘛,我又不是医生,过去也没用,再说,我也没空。 你要是饿了,自己点个外卖吃吧。 那时候我躺在床上根本不能动,他甚至连看都没来看过我,如今一腾成不过是手掌擦破了点皮,他就丢下婚礼离开,还把他带到家里来贴身照顾,想到这,心脏微微发疼,原本我还想着,如果柳如烟他,能拿出合适的理由,或许还能原谅。 毕竟他是除了奶奶之外,和我最亲近的人了,可现在,见我不说话,脸色还很差,他放缓声音补了剧,好了别闹了,让一腾成在这住几天,等他手恢复了就走。 婚礼葬过几天重新办,他伸过来握我的手,我狠狠甩开,不用,以后都没有婚礼了。 柳如烟,我们到此为止,我深呼吸一口气,转身把家门打开,请你们出去,这是我家。 见我这番态度,柳如烟脸上终于露出了几分紧张,是不是奶奶生气了? 要是奶奶不高兴,我过几天跟你一起回老家哄他,婚礼晚点半,又不影响,听他提起奶奶,我心里更难受了,奶奶那么宠爱他,把他当亲孙女,比我还更疼爱。 可他,却如此恩将仇报,不等我说话,旁边的一腾成,又阴阳怪气出声。 要不是你奶奶以老卖老,老用救命之恩来说是,如烟怎么可能嫁给你? 你说什么?听不得他说奶奶,我直接上手揪起他的衣领,举着拳头,恨不得一拳砸死他。 几波打你干什么?见我动手要怒打一腾成,柳如烟脸色骤然一变,连忙过来阻止。 一腾成他,还受着伤呢?几波打你,不能动手。 他伸手拉住我,我欣然想放开。 可对上一腾成挑衅的目光时,我终于忍不住一拳朝他的脸垂下去,要不是他,奶奶也不会带着遗憾离世。 一腾成,一腾成被我一拳砸倒在地,柳如烟十分心疼,立马弯腰,去查看他的脸。 见他白皙的脸,被我垂得瞬间铁青一块,他红着眼眶目视着我。 一腾成说的也没错,本就是你和奶奶一直揪着过去的事不放。 没想到柳如烟会这样说,我震惊又难过,心脏突然很疼, 疼得快喘不过气来,怎么都没想到。 我和奶奶掏心掏肺对他好,在他眼里,竟变成我们揪着过去的事不放。 吉伯答,你冷静一点,婚礼那天离开是我不对,但你动手打人也不对。 你跟一腾成道个歉,这件事算过了,明天我就跟你回老家,去把奶奶接回来。 不用了,我冷眼看着柳如烟,态度决然,你和他好好过吧。 我们以后,桥归桥,路归路。 说完这话,我伸手拉着柳如烟,把他从屋里拉出去,然后又揪着一腾成的衣领。 把他也从屋里扔出去,把他们弄出去后,我砰的一声重重关上了门。 任由柳如烟在外面拍打喊叫,都不予理会。 吉伯答你发什么神经,开门。 好,不开是吧,别后悔,这婚不结了,以后你和奶奶再求我都没用。 是的,这婚是我低声下气球来的。 三个月前,奶奶病重,医生说没多少日子可活了,让老人家开开心心,过完最后的人生。 奶奶拉着我和柳如烟的手,对我们说,要能看着你们成家,我也算不留遗憾了。 为了奶奶不留遗憾,我求柳如烟在三个月内和我举办婚礼。 其实原本,我跟她就是男女朋友关系,只是她对我的态度一直很冷淡。 我以为她,就是这种淡淡的性格,对谁都这样。 我以为是她父母的事,给了她阴影,让她不相信任何男人。 其实不是的,她只是不爱我而已。 我蹲在门背,任由泪水落下。 从这一刻起,我再也没有亲人了。 最疼爱我的奶奶死了,我最疼爱的女孩,也在我心里永远死去了。 收拾了点东西,我又回了老家。 奶奶头七没过,我得在老家守着,要不然她回来看不到我,得有多难过啊。 中间,柳如烟给我发过信息,也打过电话,我一律没回。 只是我没想到,她竟然会主动回老家,来找我。 在山上奶奶坟前,陪奶奶说了一上午话。 我顶着大太阳准备回家,在快到家的巷子口,看到一身红衣,戴着遮阳帽的柳如烟。 她手上还提着几个礼盒,应该是给奶奶买的。 看到我,她不满地笑笑道,傻站在那里干嘛啊。 过来帮我拿东西啊,我走过去,脸色不约问道,你还回来干什么? 几波答,我已经放低身段回来了。 你有必要这个态度吗? 拿着,这是我特地给奶奶买的补品。 柳如烟把手上的东西递给我,我没伸手接,越过她朝家里走。 就算奶奶还在,三个月前,她身体多个器官,就已开始衰竭,只能吃青粥白面。 医生早就不让她吃补品了,不需要。 这些东西,奶奶吃不上了,转身大步走进屋,柳如烟跟在我身后进来。 几波答,你能不能别闹脾气了,我和一腾成真的什么都没有。 算了,跟你说不清楚,我找奶奶。 奶奶,她踩着高跟鞋走进院子,高声呼唤奶奶,像每一次回来那样,柳如烟很少回老家。 就算偶尔回来看奶奶,也从不在家里过夜。 她说自己不喜欢回来,因为有太多不好的回忆,我理解她。 小时候,我家和她家算是邻居,相隔一条很小的马路。 她父母不和,经常吵架。 奶奶心疼她,好吃的好玩的,只要有我一份,都会给她也拿一份。 她十岁那年,她父母吵得不可开交,两个人还动手打了起来。 就是在那时候,她家柴房的火务人看管,越烧越烈。 那时候我才十来岁,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,冲进火场,把她救了出来。 但我只能把她救出来,却没能力救她爸妈。 那天,爸爸刚好从城里回来,看到她撕心裂肺喊着爸爸妈妈,她冲进了火场,却永远没出来。 等消防员赶到时,她爸妈和我爸爸,已经烧死了。 后来,她舅舅把她接到市里生活了几年,高中我们才重逢,得知她在舅舅家过得不好,我便加倍对她好。 奶奶也把她当亲孙女一样照顾,经常让我带吃了去学校给她,守护她多年,早已形成习惯。 大学毕业我跟她表白,两个人顺利走在一起,我以为致命之交,和她能一辈子走下去。 没想到,敌不过一腾成一句,我需要你,以往。 奶奶听到她的声音,都会笑呵呵从里屋出来迎接她,每一次知道我们要回来。 奶奶也都会提前准备好,她爱吃的米果和乌鸡汤等着她。 可现在,奶奶再也不能笑呵呵出来迎接我们了。 柳如烟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对,眉头微醋,甚至脸上出现了几分不耐。 走进里屋,看到桌上摆着奶奶的遗照和贡品时,她脸色突然一致。 奶奶她,是的,你没看错,奶奶死了,就在你逃婚的当天。 我回头,赤红的双眸盯着她,她脸色错愕,手上的礼品掉在地上,怎么可能,奶奶身体一直好好的。 奶奶不是为了我们尽快结婚,才骗我们,说她生病的吗? 原来你一直以为,奶奶在骗我们,我冷笑一声,捡起她的东西扔出去,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出去,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。 你一定在骗我对不对?奶奶还好好的对吧? 柳如烟握住我的手,声泪俱下。 到底是把她当亲孙女,对待了这么多年,她对奶奶,看来还有点感情,可她为什么,要逃婚呢? 她明知道奶奶身体不好,明知道奶奶多想看到我和她成婚,她也明明知道,我多爱她。 你说话啊,几博答,她晃着我的手,眼底的慌张显而易见,我张了张嘴,还没来得及开口,村主任突然在门口唤我一声。 博答啊,村主任林叔叔走过来,递给我几张纸,和一本书,这个是你奶奶生前,放在我那的东西。 你看要不要烧了给她,还是你留着。 奶奶是个文化人,嫁给爷爷之前念过书,后来家底没落。 奶奶嫁给爷爷后,便开始洗手做羹汤,爷爷一年早逝,奶奶独自拉扯着爸爸长大,妈妈生我的时候,难缠而死,她又独自守在家里,拉扯我长大。 奶奶劳累了一辈子,年少十家破,青年丧夫,中年丧子。 她这一生,经历了太多的苦。 我出去工作后,奶奶闲得无事,就会去村支书那边借书来看。 知道她爱看书,我便买了许多书回来。 此时,村主任手上拿的,便是奶奶最喜欢的一本,张爱玲的《半生缘》。 上面,有她看完写的一些感想,奶奶的字很好看,自己清秀,一笔一画都带着力量。 我颤抖着手,接过村主任递过来的书本,翻开看到奶奶写下的感想后,眼泪止不住一滴一滴砸落在书本上。 节哀,村长拍了拍我的肩膀,红着眼眶转身离开了。 此时屋里,又只剩下我和柳如烟,柳如烟似乎终于接受了奶奶的离开。 蹲在地上嚎啕大哭,我不想理她。 拿着书本走进里屋,从里面把奶奶床前书桌上的书本一起装进筐子里,拿着去了奶奶坟前。 我想,多给奶奶烧点书下去,这样她在下面就不会无聊了。 我蹲在奶奶坟前,给奶奶烧书烧纸。 但是,柳如烟一直在旁边看着我,奶奶,她要跪下给奶奶磕头。 我拦住了她,没必要在这惺惺作态,别脏了,奶奶轮回的路。 阿达,她哭着唤我,如果是以前,她这样离花带泪,温柔唤我,我恨不得把命都给她。 但此时此刻,我只觉得厌恶,把手中的树梢成灰。 我起身离开,柳如烟又跟了过来,我知道错了。 阿达,你原谅我好不好? 她扑过来抱我,我狠狠推开她,滚。 她抿唇不语,抬头泪汪汪地看着我,我没理会。 回家后,关上了门,没让她进来。 奶奶投妻过去,我回到了市里,开始正常工作生活。 原本我请了半个月婚嫁,是打算结婚后跟柳如烟留在老家,陪奶奶度过最后时光的。 如今婚不结了,奶奶也不在了,自然也没必要再继续请假了。 结婚当天,好几个同事来参加婚礼了,知道我是什么情况。 到公司后,好几个关系好的同事都来安慰我,尤其是同部门的夜前,上来就给我一个大拥抱。 大哥,你还有我们这些朋友呢,别难过。 其他同事见他拥抱我,也一个个走过来,给我一个拥抱,我感动得鼻子泛酸。 老板助理更是对着大家说,老板说晚上聚餐,下班后一个都不许跑,我很庆幸。 公司里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和领导,其实我很少跟同事们一起聚餐,因为柳如烟不喜欢。 我所在的公司是游戏公司,柳如烟总觉得做游戏的公司不太正经,她不喜欢,我跟同事们私底下有过多的交往。 所以每次,我也是工作上跟他们交流比较多,私底下的活动很少参与。 不过,这并不影响我跟同事们的关系。 饭桌上,同事们很照顾我,个个都给我夹菜,让我多吃点。 我双眼湿润,听着他们故意砍大山哄我高兴,我心里满满都是感动。 许是这几天憋得太辛苦,最后我也放开了,一杯又一杯跟他们喝酒,喝上了头,好像就没那么难过了。 吃饭期间,我手机响了好多遍,我知道是柳如烟打来的,其实我早就把她的手机号拉黑了,微信也删了,不知道她用谁的电话给我打的。 觉得烦,我干脆将手机关机,再喝一个,打个你醉了。 叶倩怕我喝多,伸手夺了我的杯子,没事,我没喝多,我伸手想去抢杯子。 结果身体站不稳,整个人扑向了叶倩。 哎哎,小心,叶倩两只手来扶我,我还保持着一点点清醒,不至于将整个身体压住她。 不然她一个女孩子,怎么可能抱得住我? 就在这时,我听到了同事们起哄的起哄,吹口哨的吹口哨,还有同事调侃叶倩。 哦吼,倩姐,你脸怎么这么红,倩姐喝饮料喝醉了。 叶倩是我部门的员工,也算是我半个徒弟,从她一进公司,就是我带的。 所以,我本能护她。 你们几个别欺负她。 哎呦,看来我们达哥没喝多嘛,还知道护着倩倩。 别瞎说,我站直身体,伸手拿过叶倩抢过去的杯子,到了杯酒又继续喝。 我觉得,我好像真的喝多了,不然怎么会看到柳如烟呢? 她站在包厢外,双眸通孔看着我,我拿着杯子的手微微一抖,下意识想要放下杯子。 短暂的发愣后,意识到自己和她已经结束了,我又开始倒酒,和同事们继续喝。 不知道喝了几杯,我感觉自己是真的醉了。 竟看到柳如烟走进来,客客气气跟我的同事打招呼。 她说,我来接阿达回家,我旁边的同事把我扶起来,达哥喝多了,咱们散吧,送他回去休息。 我大手一挥,我没喝多,继续喝。 他们当然不会再让我继续喝酒。 浑浑噩噩,我感觉有两个人架着我走出了饭店,麻烦你们把他扶进车里可以吗? 我带他回家,两个同事对视一眼,最后还是听话把我扶进了车里。 后面发生了我不太记得了,等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了。 我是在自己卧室大床上醒来的,醒来后闻到一股粥的香味。 起床,从卧室走到客厅,就看到有个熟悉的身影在厨房忙碌。 看到我起来,系着围裙在厨房煮粥的柳如烟,回头冲我笑。 阿达你起来了,快去洗漱吧。 我煮了,你最爱吃的瘦肉粥,多么温馨的场景啊。 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。 他系着围裙,为我洗手做羹汤的画面,曾经我做梦梦见过好多次。 没想到有一天,竟然真的出现在我眼前。 可他现在做这些,还有什么意义? 我回屋洗漱完,换好衣服出来,柳如烟已经把煮好的粥盛上来了。 他还十分体贴地倒了杯温水端给我。 昨天喝这么多酒,头会不会痛? 我撇开脸,没去接他倒过来的水。 而是自己走到茶几面前,重新倒了一杯。 一杯水下肚,肠胃舒服许多,我整个人也更清醒了。 你不必做这些,我们已经结束了。 我看着他冷声说道,我不是说气话,是真的心如止水,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。 看着桌上香喷喷的粥和鸡蛋饼,我一点胃口都没有。 记得大学毕业那年,我刚进公司,那会公司还处于上升期。 有次陪老板出去应酬喝酒喝多了胃疼。 第二天,柳如烟给我点了瘦肉粥,我打句着对他说, 要是有一天能吃到你亲手为我煮的粥,那我一定幸福死。 那次周末,我们回老家看奶奶,他竟然真的进厨房跟奶奶学煮粥。 我那时候觉得好高兴,以为他真是为我学的。 直到我见到一腾成,在他口中得出,他曾经为他亲手煮过粥,我为此生气。 他说给一腾成煮粥,是因为他胃痛,不得已为他煮的。 还说,本来跟奶奶学煮粥,就是因为我学的,我被他三两句话哄好了。 可他从未给我煮过一次,直到现在,时隔这么多年,终于看到了,他为我煮的粥。 想一想,就觉得好讽刺。 看着那色香味俱全的粥,我一口没喝,直接摔门出去。 出去前还不忘对他说,给你两天时间,把家里的东西搬走。 我希望下次回来,别再看见你,和你的任何东西。 我以为我这么说了,柳如烟会离开。 没想到两天后我回来,他还在。 而且还准备了丰盛的晚餐。 阿达,你回来了,见我回来。 柳如烟笑着走过来,一副贤妻良母的姿态,要帮我拿脱下的外套。 我随手,将外套往沙发上一扔。 不耐地问,你怎么还没走,我去哪啊? 他装傻反问,扑过来抱我。 阿达,你别当我走好不好。 你知道的,除了你,我什么都没有。 我没有家,没有亲人,我只有你。 以前,我很吃他这一趟。 不管他做了什么事,惹我不开心。 只要他抱着我,说只有我,我都会缴械投降,什么气都消了。 但现在,我已经不爱他了。 对他自然没有了当初的那种联系。 我知道,你这两天出差去了,趁着你不在家。 我特地给家里做了大扫除,还学了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 他举着通红的手到我面前,为了做菜,我手都烫伤了。 好疼,我把头撇过去,不去看他的手。 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,我除了希望,他偶尔给我煮一次粥之外,对他没有任何要求。 以前打扫卫生洗衣做饭这种事,都是我做的。 我从没妄想过,有一天,下班回来。 能看到,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,还能做好饭等我。 阿达,先吃饭好不好。 他低声下气,甚至带着几分恳求。 不用了,我吃过了,我推开他。 抬脚走进卧室,打开衣柜门,把他的衣服全部拿出来。 既然你不想收拾东西,那我帮你收,柳如烟很爱买东西。 衣服包包首饰一大堆,以前几乎每个月,都要花好几千给他买这些东西。 所以,衣柜里大部分都是他的东西。 见我来真的,柳如烟很慌。 他肯定以为,我这次生气,和以前一样。 他哄一哄我就能好。 阿达你在干什么啊? 他扑过来,试图阻挡我拿他的东西。 但他的力气,哪里抵得过我? 我一只手就能控制住他。 阿达你别这样对我,我真的知道,错了。 他蹲在地上抱着我的腿哭。 我不想走,求你别赶我走。 我低头怒视他,现在不想走。 那当初在婚礼上,我求着你留下,先把婚礼仪式举办完的时候。 你为什么如此决绝,就因为,你如此决绝离开。 现场大乱,奶奶才会走得这么快。 你知道吗? 奶奶直到死,都还惦记着你。 她断气前一秒,还质问我,是不是我惹你生气了? 让我不要管她,去把你追回来。 奶奶对你这么好,她把你当亲孙女。 你为奶奶做过什么? 我那么爱你,可你呢? 你爱过我吗? 我的生生质问,让柳如烟脸色难看。 她苍白着脸哭着摇头,来来回回恳求。 阿达别带我走,求你了。 我没有心软,把她的东西如数收拾好。 用曾经搬家用过的压缩袋装好,全部拿到客厅放着。 再给你一晚上时间,把你的东西拿走。 下次我回来,你若还在,我就直接扔出去了。 说完这些,我拿过车钥匙出门了,出门后不知道该去啊。 我打电话约了两个关系好的同事吃烧烤。 我约的是同部门的两个男同事。 没想到,来的还有叶倩。 刚好从公司出来,就把倩姐也一起喊来了。 达哥不介意吧,都是同事,有什么好介意的。 我只把叶倩当同事。 不过之前因为她,柳如烟跟我吵过。 其应是有一次吃饭时,叶倩给我发信息, 说有个代码她搞不定,让我指导一下。 我放下筷子,打字告诉她怎么操作。 柳如烟看到我在和她聊天,当场就不高兴了。 还骂叶倩说她是绿茶,说哪有下班时间问工作的,天地可见。 我跟叶倩私底下很少聊天,在公司见面也是聊工作。 而那天,原本我应该留下加班的。 但因为前一天和柳如烟约好了一起吃饭,不能爽约。 我才把自己的工作让同事帮我完成一下。 那同事自己搞不定,又甩给了叶倩,所以叶倩才会给我发信息。 从那以后,我尽量避免跟叶倩相处,就怕柳如烟误会。 不过现在,我已经和柳如烟分开了,自然大大方方和叶倩相处,深正不怕影子外。 原本我和叶倩也只是普通同事而已,喝酒喝到一半。 我尿顿去卫生间,没想到竟在门口碰到了伊藤诚。 看到我,伊藤诚也有几分意外。 他把手上抽了一半的烟掐面,朝我走进两步,精神不错呀。 看来利用你奶奶来绑住烟烟这事,你做得游刃有余,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 我怒视着他警告道,当初就是他一遍又一遍跟柳如烟说,说我故意用奶奶生病,来骗他结婚。 当然也是柳如烟自己不想跟我结婚,加上奶奶不愿他担心,也跟他说过,身体没事。 要我说,那老东西,死了也是活该。 听他这么诋毁奶奶,我哪里受得了,直接一拳,就垂了过去。 这次柳如烟不在,伊藤诚没再装柔弱,直接挥着拳头,也朝我过来了。 我们谁也不让谁,打得不可开交。 一个小时后,我和他鼻青脸肿,出现在了警察局,不和解。 他先动手打老子的,警察局内,他嗷嗷大叫,我双手抱肘,冷眼看着他,没说话,警察好言相劝。 你也有不对的地方,人家奶奶刚过世,你不该诋毁老人家,我说什么了? 他奶奶又不是我弄死的,我说一句还不能说了。 他这嚣张的态度,持续到柳如烟过来,看到柳如烟一来,他立马唉呦唉呦半可怜。 烟烟,你终于来了,穿剧变脸,都没他变得快。 听到声音,柳如烟先朝他看了一眼,抬脚要朝他走去,突然他又发现了我。 最后,在一腾城仇视的目光中,柳如烟走向我,观星问,没事吧? 我扭过头没理他,他又朝一腾城走去,怎么回事啊? 怎么打成这样?是他先打我的。 一腾城简直把一个男绿茶表演得淋漓尽致。 看到柳如烟,就差哭着扑上去了。 柳如烟找警察了解了一下事情原委,然后走到一腾城面前,轻哄道,既然都没事,先离开吧,好不好? 我不,我要他跟我道歉。 只要他道歉,我就和解。 柳如烟文言,抬头看向我,我撇过头没说话。 这是叶倩冲进来,凭什么让达哥道歉? 明明是他先诋毁达哥奶奶的。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? 一腾城抬眸看向叶倩,叶倩没听到。 只是听我刚刚说了一句,便进来替我打抱不平。 现场虽然有监控录像,但没有声音,根本听不到一腾城说了什么。 要不是你满嘴喷粉,达哥怎么可能会动手打你? 叶倩恨不得冲上去扇他两巴掌,放屁。 他又不是第一次打我了,他那是嫉妒我。 好了,都别说了,警察打断道,柳如烟看了看我。 最后又看向一腾城。 好了一腾城,我替阿达向你道歉,这事就这么过了行不行。 哼,柳如烟撒娇般去拉他的手,一腾城这才不满道。 行,看在你的面子上,这次我不计较了。 一腾城摆出一副大意凛然,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模样,让人觉得恶心。 要不是不想叶倩和其他两个同事,继续陪我在这好。 我真想再打他两拳,这种人简直是个伪君子。 签完字,警察放我们离开。 出去后,柳如烟立马朝我走来。 滚,我甩开他的手。 吉伯达,你生气生这么久也够了吧? 我大半夜过来,到底是为了谁啊? 不是他打电话叫你过来的吗? 我转头,看向一腾城。 妍妍,一腾城赶紧过来,拉住柳如烟的手。 柳如烟回头,看着一腾城。 对他说,一腾城,我想你一直误会了。 我没想跟你在一起。 我爱的人是阿达。 他这话一出,我清晰地看见一腾城脸色骤变, 瞳孔一寸寸军裂。 妍妍,你不是说,你对他只有感恩之情吗? 你说是他跟他奶奶,一直拿救命之恩的事,来道德绑架。 阿达,其实你,一腾城你闭嘴。 柳如烟大声打断了他,他回头看我,出声解释。 阿达,不是这样的,我从没这么说过,跟我没关系了。 我不想听他解释,抬脚走到路边,猫着腰准备上叶前的车。 柳如烟踩着高跟鞋过来,拉住我的手。 阿达,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? 我真的知道,错了,我以后改。 放开,我甩了甩他的手,他身体不稳,直接摔在地上。 烟烟,一腾城过来扶他,他又甩开了一腾城的手。 时来的深情比草剑,我要是你啊,就有多远滚多远。 叶倩站在驾驶座门口,转着车钥匙,冷眼看着被我摔在地上的叶倩。 是因为他吗? 柳如烟突然把目光放到叶倩的身上。 你喜欢上了他是不是? 所以才想甩了我。 我真佩服柳如烟的脑回路。 我和叶倩明明什么关系都没有。 但此时此刻,我想摆脱他。 所以只好说,如果这样能让你离开, 那你就当是好了,丢下这句话。 我弯腰上了叶倩的车,车子越走越远。 车后面柳如烟那张梨花带来的脸,也离我越来越远。 恍然间,我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柳如烟。 他站在二楼窗子口,被大火包围露出小小的脑袋, 对着我喊,博达哥哥,救我,救救我。 从前,我一直觉得,是我把柳如烟从火场救出来的。 我要对他负责。 我曾发誓,要一辈子守护他。 可如今,我问过自己,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,好像不后悔。 哪怕是重来一次,我还是会选择冲进去,把他救出来。 只是,如果有选择,我再也不会爱他了。 直到,柳如烟的身影,完全消失在倒视镜里。 我才回过头来,看向驾驶座的叶倩。 对他说,抱歉啊,刚刚利用了你。 嗨,这有什么? 叶倩无所谓笑笑,一路无话。 到家后,叶倩突然对我说, 达哥,你要不,考虑考虑我呗。 啊,我意外一秒,很快就明白了过来。 他这是,让我考虑,做他男朋友。 那个,以我对那个人的了解, 他怕是不会这么容易放弃。 所以最好的办法,你重新找个女朋友。 我想,我是个挺好的选择。 的确,除了叶倩之外, 我身边好像没什么女孩子了, 公司里清一色男的,可我真的只把他当同事。 而且经过这些事后,我也没什么心思谈感情。 不,不用了,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, 还是不要耽误你了。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,走了几步。 好像听到叶倩苦笑一声说, 不是耽误,是我甘之如頤。 原来,他真的对我有意思。 但此刻,我还不太确定。 回家后,发现柳如烟的东西还在家里, 我有些发愁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好像真的如叶倩所说,柳如烟不会轻易放弃。 但为了不让他出现在家里, 我把密码锁里, 他的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都删除了, 密码也改掉了。 第二天一早,发现他蹲在家门口, 我没理他,直接去上班了。 到公司后,叶倩把买好的早餐, 放到我办公桌前。 刚好路过你喜欢吃的那家包子铺, 多买了两个,真的是多买的吗? 我内心怀疑,就在我内心疑惑时, 收到了叶倩发来的信息。 那个,包子的确是特地绕道, 去给你买的。 达哥,其实我喜欢你挺久了, 真的,你考虑考虑我呗。 其实,原本我真的只想好好工作, 甚至都想过, 养条狗,跟狗一起过日子的打算。 可从那天开始, 叶倩好像总是出现在我最需要的时候, 这天下班刚好下雨, 一下楼,我就看到了, 柳如烟撑着伞站在楼下, 阿达,她抄我挥手, 我刚好没带伞, 今天车子现后,我也没开车, 正不知道怎么躲开时, 叶倩突然从背后过来, 挽住我的手, 我们一起回家,鬼使神差。 我上了她的车, 路过柳如烟的时候, 我清楚地看到了, 她脸色惨白, 眼眶瞬间泛红, 但对于她的难过, 我心里好像没有任何情绪了, 此时此刻, 我终于发现, 她的情绪已经影响不到我了, 把我送回家, 叶倩没有离开, 而是跟着我上楼, 一直听说你处理了得, 看在我给你当司机的份上, 请我吃顿饭呗, 我不好拒绝, 只好上楼亲手做了顿饭, 作为报答, 做完饭, 叶倩主动抢着洗碗, 我不让她洗她还说我看不起她, 下次吧, 下次你洗, 我嘴快这么说了一句, 她立马放开, 好啊, 这可是你说的, 下次哦, 意识到我上了她的当, 但说出口的话, 已经收不回了, 我赶紧把碗收进厨房, 埋头洗碗, 洗碗的时候, 叶倩突然从身后抱住我, 吉博答, 我真的很喜欢你, 我只感觉心脏微微一颤, 身体也冻得很紧, 抱歉, 我真的没准备好, 开始下一段感情, 我拒绝了她, 她没有放弃, 每天给我带早餐, 中午送饭, 雨天送散, 终于在一个月后, 我缴械投降了, 记得那天我喝多, 她把我送回家, 给我煮了醒酒汤, 像是哄孩子一样, 哄着我喝, 那一刻我突然希望, 自己能跟她这么生活一辈子, 这样的女孩, 能喜欢我, 我是修了多大的福气啊, 后来在一起后, 我问她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, 她说进公司第一天, 一见钟情骂, 算是吧, 我只记得那天开会时, 我不小心打翻了杯子, 水溅到了资料上, 旁边的刘哥骂我笨手笨脚, 你抽了两张纸过来, 笑着对我说, 没事, 擦擦就好了, 原来, 是我不经意间的一个小举动, 收获了这么好的爱情, 两年后, 我和叶倩结婚了, 婚礼是我们都喜欢的中式婚礼, 婚礼现场, 公司那群爱玩的同事, 给我们, 做了很搞笑的祝福视频, 叶倩不但不生气, 还跟着大家一起哈哈大笑, 我和她笑着, 闹着, 完成了婚礼, 婚礼前,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, 祝你幸福, 我知道是谁发来的, 但我没回复, 这两年, 我没有刻意去打听柳如烟的消息, 只是偶尔会收到她的信息, 说自己辞了工作, 去哪里旅游, 后来, 她去山里做支教了, 她没有和一腾城在一起, 一腾城娶了个门当户对的姑娘, 但因为一腾城出轨, 两个人大打出手, 孩子被她打没了, 她后来离了婚, 听说如今也截然一人, 上次碰到她, 差点认不出来, 曾经的意气风发, 好像随着时间流逝, 已经不复存在, 其实, 他们怎么样我, 根本不在意, 我只希望, 往后余生能跟我爱的人, 厮守一生, 婚礼上, 思一问, 几博达先生, 你愿意娶叶倩女士为妻吗, 无论她贫困, 患病或者残疾, 都爱她, 忠诚于她, 直至死亡, 我重重点头, 我愿意, 全问完。